哈喽啊 拯救者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今天咱们看的是一台R7000P20款的拯救者 说是什么问题呢 哒啦哒啦写了一大堆 说是屏幕不显示 总结起来一句话 王元神王的 可以啊 这个坏法我们也是偶尔会遇到的 先看一下是什么故障吧 插电呢 有正常的带机电流 可以上电啊 电流跑得有点荒快啊 诶 亮了 咦 不是说王元神王坏了吗 这看着也能开机啊 但是我发现不对劲 它的风扇撞得很快 呼呼的撞啊 诶 关机了 没进去系统 它就自动关机了 再次按开关呢 又可以再开起来 还是能量 风扇开机之后会狂撞 然后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机 不像是上热的问题啊 如果是上热不好的话 也不会这么快关机啊 看一下能不能进行标识 先看一下显卡 可以识别到显卡 有2060 那先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看一下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先取下背板 诶 哦 没装螺丝啊 难怪我这装一下感觉手感不太对呢 没螺丝也好 直接可以拆开 拯救者还是蛮好拆的 螺丝拧下来之后 沿着缝隙挨个撬开 哦 里面还挺整洁的 先检查一下上热 看一下是不是硅脂没涂好 或者是导热片换太厚了 很多人就比较容易放这个毛病 导热垫也不看厚度 直接瞒着往上垫 太厚了 晶体就接触不到上热器 这个铜管怎么还弯了呢 这个也正常 它原厂的硅脂粘得比较紧 所以你拆的时候 难免要用点力 就给它拽弯了 但是贴合还是没问题的 导热片也没换 还是原来的导热垫 硅脂呢也都压扁了 看来不是上热的问题咯 20狂以后的拯救者 它的主板多了一个设计 就是当它识别不到显卡的时候 就会出现风扇狂撞 以及自动关机 看嘛 现在就是风扇狂撞的状态 两个风扇都撞到最大撞速了 并且呢 开机也就持续半分钟不到 就会自动关机 温度呢也不高 摸铜管一点温度都没有 这是学到了蓝天的臭毛病了呀 不认显卡就自动关机 万一要是显卡烧的太严重了 岂不是想改用极显都用不了 看一下它显卡的工作状态啊 一开机就风扇狂撞 进标识就可以看到显卡的状态了 可以识别到2060啊 并且它现在是独显直连的模式 说明显卡工作是正常的 如果不认卡的话 那么独显模式下应该是黑屏才对 看来应该是主板的哪里问题了 并且我刚刚测试的时候 又发现了新问题啊 它这个键盘偶尔还会失灵 看现在键盘就失灵了 上下左右键没有任何反应 这也是这一款的这个通病啊 键盘全部失灵 但是FN快捷键又是好用的 好家伙 这几个通病全部集齐了 并且它尾部的USB接口 也出现了不良的现象 插鼠标没反应 但是丝毫不影响风扇狂撞和自动关机 估计这些小问题 平常不影响使用的话都没怎么注意吧 我把主板拆出来看了一下 主板还是很干净的 没看到哪里有刻掉键的痕迹啊 说是自己听了个灰就这样了 看着不像了 这个现象呢 咱们可以先考虑一下EC 因为它的风扇以及关机 都有可能跟EC有关系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这个是它的键盘控制芯片了 是有USB总线的 这个USB线也容易坏啊 这一款还有个通病呢 就是它的显存供电 很容易击穿 20款的拯救值 2060显卡版本的 无论是R或者是Y 这个显存供电都很容易击穿啊 所以像这样的MOS管我背了很多 每次修的话都要把两个上管给换掉 不然的话它一击穿 那这个显卡还有六个显存 全部报销 这种问题我们每个月 起码要碰到50台以上 修都要修实来谈 OK 我把EC的程序更新了 键盘芯片的USB线也连上了 现在是还是风扇狂撞 更新了EC程序也没效果啊 但键盘好像是好了 键盘反复开关机试了很多次 键盘都可以用了 EC的程序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这个是官网下载分离出来的 那既然也不关程序的事 而且我也感觉不像是EC的问题啊 自动关机的现象还有 那还是继续刻一下主板吧 顺便把它的USB数据线给修一下 尾部这两个接口失灵啊 这不是21款的毛病吗 怎么传染给20款了呀 这个故障现象吗 还是有点头绪的 它风扇狂撞 而且自动关机 我们可以查一下EC的SMB总线 也是EC用来检测识别各个设备的 有三组 第一组呢 是去的是PD 这个呢 应该不会导致这个故障现象 一些RGB啊 以及键盘啊 这个电脑都没有 那是高配才有的功能啊 第二组呢 是管电池和充电的 刚刚我也试了一下 它的电池充放电都是正常的 那跟这一组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了 重点呢 还是要看一下第三组 也是故障率比较高的一组 它是用来检测显卡与CPU的温度的 像我们平常不认卡的话 EC就识别不到显卡的温控信号 自然就风扇狂撞和断电了 当然它也不只是识别显卡 还有CPU的 以及主板上还有单独的温控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实物吧 在板子上找到这两根数据总线 分别测一下它们的对立组织 刚刚我已经测过了 这个组织也能反映一些问题 两个信号线的对立组织不一致 一个430一个420 这好吗 这也不好 这一组SMB线呢 它不直接进显卡 它和显卡之间有个MOS广 所以呢 如果显卡出问题 不会导致它的组织偏差大 同样的 这边还有个温控芯片 我测了一下 在温控芯片这边的组织 也是不一致的 同时呢 这个线也是直接进CPU了 我感觉在CPU和温控芯片之间 还是CPU的可能性大一点 在CPU的边上 它是有这种电阻的测试点的 一个422 一个430 不会是CPU续汉了吧 这可是有大名鼎鼎的黑胶啊 我压了压CPU 这个组织好像也没有变化的意思啊 那只能上点手段了 它这里不是有测试点的吗 直接把线给断开 看一下是CPU这一端组织异常呢 还是浮绑这一端 先测CPU这一头啊 425 436 OK 看来确实是CPU这端 导致的这个SMB数据线组织偏差大 还有办法 我找个同型号的CPU 来对照一下 看一下它正常的组织 应该是多少 这个CPU是买来还没有装机的 在点位上找到这两个数据线 这个也是EC用来识别CPU的温控的 刚好通过这两个电阻进CPU 把这电阻断开之后呢 发现是CPU这一端的组织有问题 找到对应的点 来测一下 435 另外一个呢 也是435 在CPU这一端 这两个信号线的组织 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才对 OK 那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是CPU的问题了 不是徐汉 20款的4800H 确实坏得很多 这个跟联想就没什么关系了 这一款CPU就是容易坏的 无论是在华硕 戴尔 机械革命上面都很容易坏 但是故障表现 大多数都是蓝屏重启什么的 像今天这一台 还是头一次见 看这边换下来最多的AMD CPU 还是1800H 都是蓝屏 或者是重启的 OK CPU拆下来之后 我们把板子给清理干净 焊盘脱平整 然后把刚刚测试用的这颗CPU 给它换上去 等主板冷却一下 再来测试啊 这个CPU焊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线 OK 没有短路 再看一下刚刚的那两个数据线 418 另外一个呢 OK 这不就一致了吗 好 我们现在赶紧来装机试一下 这个组织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哈 哦 对了 别忘了 把刚刚断开的节点再重新给接上 不然的话 EC还是识别不到CPU的温控信号 依然会风上广状关机 好的 都装好了 盖上内存的盖子 接上电池 我们开机看看 4800H 这款CPU应该是AMD比较容易坏的CPU了 最近换的真的是非常多啊 先让它在BIOS里面待一会吧 OK 开了有十分钟了 依旧坚挺啊 并且风上也没有狂撞 这个是正常的撞术了 看来风上狂撞和自动关机 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可以装上硬盘进系统来测试啊 我以为说着玩的 没想到等我登进去的时候 它真的还在原神的界面 你真的玩原神玩坏的啊 这个可以啊 这个故障可以有 我发现它温度还有一点高啊 我准备给它清个灰 重涂一下硅脂看看 后来它自己清过灰了 当时把这个出风口怎么还是堵死的状态呢 堵成这个样子 势必会影响上热效果 它的风都进不来 出不去了 而且上热器还变形了 你看嘛 刚刚装上去我又拆下来 这显卡硅脂都没有压扁 铜管压根就没有接触到晶体啊 这只能上大锤了 全部弄完 我们再来进系统烤机 看一看 AMD的CPU啊 它的温度啊 确实 嗯 有点高 跑起来之后 100度 也是正常的 没办法 AMD都这样 显卡的温度倒是被我压下来了 它原来显卡一跑 也能破板 这种再怎么去折腾上热 也没用啊 因为AMD的晶体太小了 就那么一点 根本不够上热的 所以温度 常连在100度左右啊 显卡的晶体大 搞好上热 温度可以压得住啊 这是5800款的AMD拯救者 同样它跑起来的温度也是直逼100度啊 AMD就这个毛病 改不了了 天生的 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在系统里面 关闭CPU的锐屏 可以达到很好的降温效果 我可以试着